2001年4月1日 在我国南海的上空 一架美国的侦察机忽然闯入 未经允许私自侦察 一看就是来者不善 我国发现后立马对其进行警告 但对方却置之不理 美国的侦察机也没有调转方向回去的意思 于是我国便派出了飞行员王伟 和另外一名飞行员赵宇前去阻拦 但王伟的飞机却遭到了美国飞行员的故意撞击 王伟驾驶的8-1192飞机被撞后 失去控制坠机 驾驶员王伟跳伞后 从此失踪21年 让人气愤的是撞王伟的美国飞行员 在回国后却成了一个英雄 王伟坠机后 我国出动了十万军民前去搜救 但是找寻了14天都没有找到 跟王伟一起的赵宇当时无法立即营救 只好记下了王伟跳伞的坐标 后来出动了这么多人 按常理来说 不应该找不到才是 如今回顾此事后 终于知道了原因 当时我国的国防实力并不是很强 美国的侦察机是比较先进的 这架EP-3的侦察机搭载了美国24名成员 其中18名都是美国的技术人员 剩下的6名都是飞行员 在到达海南的领空后 这架侦察机就开始了工作 主要就是试图收集我国的雷达 以及武器系统等这些国防情报 如此明目张胆的打探 可见美国当时有多强横 在看到王伟驾驶的战斗机后 他们还是若无旁人的继续侦察工作 明摆着就是没有把我国的战斗机 看在眼里 笃定我们不会向他们开火 面对美国侦察机傲慢态度 王伟故意缩短了与美国侦察机的距离 并围绕美国侦察机飞行 干扰它继续侦察 并展示我国战斗机上的武器 目的就是驱逐这架美国侦察机 驾驶这架飞机的美国海军少尉沙恩 奥斯本对于王伟的驱逐毫不在意 并做了一件我们始料未及的事情 在王伟再一次靠近驱逐的时候 突然调转了方向 因为距离太近 王伟驾驶的战斗机 拨闪不及被撞 当时王伟的战斗机尾翼 已经被绞成了碎片 之后便冒起了滚滚浓烟 王伟尝试着操控飞机 但飞机受损严重 已经是失灵的状态 在接收到要求返航的命令后 王伟只能无奈地向卡台说到 81192收到 我已无法返航 你们继续前进 重复 你们继续前进 这是王伟说的最后一句话 随后便消失在了茫茫大海中 之后除了国家的搜救队伍以外 还有很多渔民都主动开着渔船前去搜救 但最后都没有找到王伟的身影 主要原因就是我国的救援系统太过落后 海上救援直升机的高度和续航能力 有很大局限性 海上的天气又变幻莫测 无法利用直升机救援 只能依靠船只搜寻 当时也没有发达的生命探测仪 至于水下救援的设备 就更加落后了 才导致那么多人都没有找到王伟 如果是在现在 以我国科技的发展 如果出现类似的情况 短时间内就能锁定飞行员的位置 在撞击了王伟的飞机后 美国的侦察机自然也好不到那里去 同样也出现了故障 但毕竟这架飞机比战斗机大了很多 即便是出现了故障 也可以勉强飞行 只是无法返回美国 于是在没有经过我国允许的情况下 擅自破降到了海南的灵水机场 在破降的过程中 美国飞机上的成员 不顾一切地销毁了他们的机密资料 其中也包括在我国侦察到军事资料 所以在我国士兵登上这架美国侦察机后 上面可以说是一片狼藉 就连飞机上的一些设备 都被他们自己给砸毁了 出事的第二天 美国总统就召开了紧急会议 并对这次的事件倒打一耙 说这次事故的原因 是因为王伟在执行任务时 好勇斗狠才造成的 要求立即归还美国的飞机 以及飞机上的人员 并在美国公开表示 不希望因为这次的事件 破坏了中美地友好关系 与此同时 美国的海军还派出了三艘美国驱逐舰 在我国的南海岛附近巡视 明显就带着威胁的意思 考虑的大局的原因 我国并没有采取行动 但在谈判桌上必须要据理力争 我国的态度很坚定 对于此事有三个基本的要求 第一就是美国必须公开道歉 第二就是承认未经允许进入中国领空的行为 第三就是对中国优待美国侦察机上的机组人员表示感谢 为了不破坏国际关系 我国已经做出了最大的让步 但美国却没有领情 美国的道歉信提交了以后 发现对于王伟失踪 只是轻描淡写地表示了一下遗憾 即便是让其修改 但他们对王伟的牺牲 还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 这种态度让很多中国人都无法接受 于是大家来到美国大使馆门口进行抗议 在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血债血偿 大家的意思很明显 如果是这种态度 那绝不能放过那个撞击王伟飞机的美国飞行员 后来经过六次的修改 美国才不甘不愿地递交了一份让我国满意的道歉信 在4月12日的时候 中国释放了美国飞行员一行人 他们从海南出发 经过关岛中转 返回了位于夏威夷的军事基地 那位撞击王伟的飞行员回国后 受到了美国人的热烈欢迎 原来美国媒体已经对此事大肆宣扬 美国飞行员奥斯本还成了美国的英雄 受到了美国总统的亲自接见 并授予了他一枚十字勋章 以及美国最高级别的航空奖 理由就是他保护了飞机上所有成员的生命安全 为了打造奥斯本的英雄人设 还专门拍摄了宣传片和纪录片 把这件事大肆宣扬 奥斯本故意采低王伟 成了美国的明星人物 后来还因此事成为了一名富豪 在2006年竞选了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财政部长 凭借着他曾经虚造出来的光环当选 时不时的还要把撞击事件拿出来炫耀 至于那架美国的侦察机 并没有跟机组人员一起回到美国 而是继续留在了灵水机场 美国的要求是保证飞机的完整性 虽然美国机组人员进行了暴力摧毁 但很多机密文件还是没有完全销毁 还有那些被破坏的电子设备 也并不是不能修复的 等奥斯本一行人回到美国后 美国谈判的人就开始有恃无恐起来 态度变得更加傲慢 甚至还提出了让美国技术人员到中国维修飞机 并要求我们给飞机加满油 保证飞机可以安全飞到美国 美国飞机也有迫降到别国的先例 每次都顺利地要回了飞机 而且在走的时候也都是加满了油的 他们觉得中国也应该遵照这个国籍惯例 对于这个要求 我国自然是拒绝的 如果这样让美国把飞机开走 全国人民都不会同意 更无法向王伟的家人交代 即便是美国人拿中国进入世贸的事情 和2008年的奥运会威胁 我国也没有同意 最后谈判的结果就是 我国同意美国把这架侦察机 用其他飞机运回美国 但这架飞机的体型过于庞大 没有哪个运输机能够装得下 也就是说 美国想要把飞机运输回去 就必须把它大卸八块 拆成零件分批运回 美国代表对于这个结果强烈反对 把飞机的零件运回美国 让美国人觉得好像这架飞机 是在中国被击落了一样 这对他们来说是耻辱的 但看中国的态度坚决 最后也只能妥协 美国要求自己人 拆卸这架最先进的侦察机 明摆着是怕自己的技术泄漏 把飞机拆了以后 美国从俄罗斯 租借了一架大型的运输机 把他们的侦察机运回了美国 只是在拆卸的过程中 都是在我国的监视下进行的 内部结构自然也暴露了出来 我们也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对我国的航空发展 还是有一些帮助的 很多人对于这个结果并不满意 但20年前 中国的实力和美国的差距确实很大 在与美国打交道的时候 不得不慎重考虑 当时的美国总统刚上任两个月 曾公开表示 前任总统的政策太软弱 中国又处于发展阶段 这个时候如果非要撕破脸 对我们的发展和利益 并没有什么好处 所以即便是愤怒 当时我国的另一架战斗机 也没有采取攻击措施 如果当时对美国的侦察机开火 它的下场只会比王伟更惨 王伟牺牲时 年仅33岁 后来被授予了海空卫士的称号 和国家英模奖章 即便是王伟牺牲多年 国家也没有忘记它 在2019年9月5号的时候 王伟还入选了最美奋斗者的名单 自王伟牺牲后 中国海军驱逐外军的事件 还是频频发生 但却再也没有出现过飞机被撞毁 或者是飞行员牺牲的情况 国家已强大 绝不允许同样的悲剧再次发生 呼叫81192 请立即返航 我们等你回家